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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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够寒碜的 竹篮里空空的 已经三天没有杀猪卖肉了 可今天傍晚 继父喝得醉醺醺的回家 却背着一大脸铜钱 足足有一二十罐呢 我闻声出来 正要问他 不料 螺蛙鼠像苍蝇一样盯上门来 你怎么又喝多了 有葫芦 你怎么又喝多了 有葫芦 又是你两个赌柜 不知道又找你干什么 有葫芦 有葫芦 你怎么又喝多了 小弟啊 舌头都大了 老朋友来看你 你说你慌什么 慌不慌 你们看这我有钱了 就像马皇盯着那鹿四角似的 盯上门来想耍什么花样 你干嘛说话这么难听啊 这么着啊 我来呢 是给你介绍生意的 那个隔壁金寡妇家两头猪 要不我陪你过去看看 算了算了 你好几次用病猪偷换我的好猪 我游葫芦又不是猪头三我不上你的道 好好好 你啊 别把这好心当着鱼肝肺 哎 游葫芦 这样吧 我知道你爱葱麻将 要不我们几个都 哎呀 每人知道一百分钱 算是老鼠尾巴上生疮的事嘛 来来来 做麻将 对 我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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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毒鬼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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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活生来的 我不能说 不说也得说 起来 我骗你说 快说 这许多同学哪里来的 是借来的吗 谁肯借给你这么多 你怎么不说话 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偷来的抢来的 快说 你这是干什么 别人喝醉就笑 你喝醉就老哭 我真恨死你了 许娟 初夜对不起你了 你这是干什么 你快说 你不是问我哪来这么做铜钱吗 是啊快说 我不能再瞒你了 是我油葫芦为着良心 把你这黄花归女卖了 喝醉老酒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谁信你啊 我回房睡觉了 许娟 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啊 那个扬州水客猪六湖子 看中你 要娶你做二王 明天一早 轿子就要抬人来了 许娟 你要想不去了 月亮继父 贪图这点小钱把你给卖了 我困了 我得睡觉了 你 她的话说得我又气又急又愤又慌 不管她是真是假 我可不得不防 所以我就趁她睡得跟死猪似的 来个不告而别 到桃庄去找姑妈商量个对策 你算是不远导的 你算是不远 要不你在这凉亭里 先打个盹 也好 今天我还见过他的 今天我还见过游葫芦的 来来来来来 一个一个的说 新来的独特老师 这个游葫芦今天刚刚找过我 他说他卖肉缺少本钱 拿他家的房契做土 借去了十五块钱 可是现在啊 我哪里都找不到他 我想啊 可能会不会是抢奸杀人哪 徒才害命啊 对了 听说 那个苏绪娟也不见了 难道也被强盗抢走吗 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我说你们两个瞎猜什么呀 你们知道什么呀 杜特老爷 我吕喜郎从来不睁眼说瞎话 我亲眼看见一个年轻汉子 扛着铜钱搭帘 苏绪娟拿着一个小包裹 两个人一起从肉店里出来 往那个乡下跑了 跑了 看来啊 这凶杀案并不难破 捉奸捉双 拿贼拿脏 你们两个带路 大家一起去捉拿凶犯 走 走 快走 快走 快点 把这个狗的鱼锅打下来 再回崖内审门 快点 你干什么 你一直不抓人 到了崖内你们就知道了 快走 快走 老爷 张雄啊 怎么老爷刚到西山县上任 就出了人命案呢 多亏了 你昨天晚上是人赃巨货 可见咱们是法网灰灰 疏而不落啊 老爷 这对狗男狗女啊 女的叫苏西娟 男的叫熊友兰 什么 熊友兰 对 是熊友慧的哥哥 熊友慧是他的弟弟 这可真是难兄难弟啊 老爷 在他们身上搜出铜钱十五罐 十五罐 对 就是肉店油葫芦的钱哪 这天下巧合之事无奇不有啊 老爷 在他的搭连里呢 搜出一封信 嗨 这书信 我看他何来啊 老爷 这信 可能和你有关系啊 啊 哦 好好好 来来来 你给念念 是老爷 友兰仁兄大人阁下 想我马连发千里寻妻 侥幸在长熟县衙内 找到被那狗官 什么 小人该死 不该照念 嗯 您这照着念吧 是 被 被那个官作妾的林兰春 双双逃出魔掌 蒙你借州相助 离开湖口险地 来到了江西 此次破镜重圆 权权仁兄鼎立 特此修书鸣谢 敬请大安 于夫妇马连法 林兰春 顿手百败 听听 你们听听 老爷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原来就是这个该死的熊友兰 躲走了我的爱妃呀 气死我了 他他他他罪该晚死 他他他清如难书 他他他他打到匈有啦 好啊 这个小子杀了他 我一定要杀了他 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痕 哎老爷 这个我不能摔呀 是啊 老爷 这是我艾切用过的 走 升堂 走 走 回去 你就是徐柳兰 我就是徐柳兰 多大年纪 二十四岁 家住哪里 常熟西街 转过脸来 老爷我看看 你到底从哪来那么大魅力 呸 你和那个江西人狼狈为奸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什么 老爷 你说什么 你是笼子 你是苏绪娟 是 我是苏绪娟 多大年纪 一十九岁 家住何方 本地南门 游葫芦是你什么人呢 是我继父 听说你跟继父经常吵架呀 是的 游葫芦是个酒鬼 喝醉了酒 什么都骂得出来 他骂 我也骂 我不怕他 这还有点小脾气 那我问你 昨天下午 你们父女俩又吵架啦 是的 昨天傍晚 她醉醺醺的 带回来了许多的铜钱 说是要把我卖给杨九水哥做耳房 我气坏了 不管她是真是假 我就决心到桃庄去找姑妈 不料 哎 等等等等 你说 你的继父带回了许多的铜钱 到底是多少啊 我没点 不清楚 啊 老爷我可是清清楚楚 一共是十五块 是你的肩夫熊友兰杀了油葫芦 夺走了那十五块 与你双双的私奔了 不对 不对 我 我从来就不认识熊友兰 昨天傍晚我第一次遇见她 这这怎么会呢 青天在上 是我在桃庄得知兄弟熊友会 遭遇官司 忙向桃老板借十五罐钱上路 我人还未到西山 怎么能杀死她的继父呢 瞅啊 瞅 显得你们嗓门大呀 老爷我不许你们狡辩 来人 带正人 废견大老爷 废星 小人在 Ku 你是废星 啊 正是小人 你说说 油葫芦哪来那么多的钱呢 柄老爷 油葫芦卖肉缺少本钱 昨天呢 他找到我把房契押给我 我借给他十五罐大钱 确有其事 秦伯伯 难道有胡卢他骗我 苏妾 谁是喜狼啊 我就是 跪下 说说 昨天晚上你看见了什么 冰老爷 昨晚黄昏虚时 我们哥俩路过肉店门口 亲眼看见苏续娟和这个野男子 扛着铜钱丹帘 慌里慌张离开肉店 逃向南门乡下去了 对 我也看见了 喜狼说的句句事实 住口 你们不要做伪证 昨天傍晚黄昏虚时 你们根本没有在什么 肉店门口 你们明明是在 离城十里之外的竹林里面 你们在调戏妇女 你胡说什么 你胡说 老爷 昨天傍晚调戏我的 就是这两个该死的畜生 长嘴 你们都给我听着 色胆包天 因乃万恶之首 财迷心窍 道有凶杀之机 熊耀兰 其貌伪善 实乃披羊皮之狼妖 苏续娟 其容娇媚 却是化美女之蛇精 而等杀人与月黑风高 难逃谋财害命之大罪 双双藏身于桑间菩萨 岂非也和苟且之十具 如今 人证物证俱赛 此案昭然若揭 其罪行嘛 就六个大字 通奸 夺财 害命 快快的低头认罪 如实招来 老爷 此案是漏洞百出 难道你就不许让我 做无罪辩驳 难道你让我甘心蒙冤受蛆吗 老爷 我们冤枉难招 冤枉啊 好啊 你们两个狂突破腹 竟敢咆哮公堂 来呀 将这对狗男狗女拉出去 大行伺候 放开我 放开我 狗官 狗官 你想要逼我们驱打成招吗 放开我 狗官 狗官 好啊 你是怕我揭露你 强迫有父之父 做你的小妾吗 好 好 是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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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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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风灿灿 灰影重重的烟火的月 死者般安无天日 去寒谷 寒谷 寒谷 抛入了地 四老街 行行其境 断道人 辟家带锁 呆望可孤渡 心如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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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风不吻 将苏西藏三地的死囚总共一十二名委托本府奸斩 来 在 老爷有何吩咐 各地的死刑犯可否到齐 丙老爷度一到齐了 那好 先将太虎增加五虎 带上唐来雁名正身 是 是 将增加五虎押上唐来 是 跪下 跪下 而等江阳大盗连年打架劫舍 杀人放火 伤害了一十八条人命最大惑极 可知国法难容 杀人不够完蛋个半 我们五兄弟一块归西 对 下敌也不怕 死到临头还敢称狂 起来 走 走 走 这雄武蓝雄武蕙 是不是两兄弟 是 是 那他们何以同时的两弟 同时犯了死罪 来啊 在 将长熟西山四名凶犯 带上唐来雁名正身 是 带长熟西山四名凶犯 大老爷 大老爷 冤枉了 大老爷 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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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爷 冤枉了 而等仙莫喊冤 报上名来 小民 雄又蓝 小民 雄又贵 小女子苏徐娟 小女子侯山姑 雄又蓝 苏徐娟通奸谋财害命一案 由西山县上报刑部定运 为何刑期一到 你们却喊着冤枉 青天大老爷冥见 其实 我与那苏徐娟并不相识 那天她在乡间小路上险遭强暴 是我救了她 这十块钱 是桃庄老板桃付诸给我的 但是西山之县过于值 诬陷我杀死游葫芦 抢走十五冠 并言行逼供 趁我昏迷之时 强迫我按下手印 大老爷 大老爷 其实 我并没有照顾 就 就被定为了死罪 青天大老爷 青天大老爷 这可是天大的冤案 青天大老爷 雄友兰从桃庄出来 半路搭救小女子已尽黄昏虚实 可过于直去硬说我们黄昏虚实在西山杀人 这怎么可能 青天大老爷 我们冤枉啊 雄友慧 你是怎么伤害人命的 青天大老爷 邻居封锦郎中毒身亡 别都不说 那天我正好出城与朱友慧文 老爷 我哪有机会下毒啊 青天大老爷 那两天小女子从乡下刚奔丧回来 金郎中毒已过半天 种种都是支线过于直横加罪名 驱打成招 此不明目啊 奇了 难道都是过于直驱害你们不成 老爷 请容小民大胆陈述 过于直 强迫他人之妻为小妾 使我驻友相救 使其破镜重圆 所以 他在公堂之上对小民恨之入骨 咬牙切齿 非要置小民于死地不可 青天大老爷 请为小民作主 看来 此买冤案 跪的手们听着 今天这四名囚犯不斩了 老爷 奉旨绝求不得不斩 请老爷苏批斩条以正国法 住口 本府奉旨奸斩不斩无罪之人 一切由本府担着 你们下去吧 谢谢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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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在 将长州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三名罪犯 带上常来 验名正身 来 去吧 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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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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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了 老板娘 难道在别的地方为沙头吗 奸斩的只有苏州之子老爷一个 哪里会分两株沙头啊 我看你呀 头柄白了许多 人呐也越来越糊涂了 我真的是糊涂了吧 先太爷盼山谷毒死我儿子 我死都不信了 夫人来了 老爷 今天 你奸斩十二名重犯 从早忙到晚够辛苦的了 小红 把红苹果拿给老爷尝尝 你先放那儿吧 夫人 今天老夫奸斩 只斩了八颗人头 那还有四名为何不斩 这四名罪犯上的堂来大呼其冤 听其陈词 这两宗杀人案是漏洞百出啊 恐怕是支县过于值 草奸人命 驱打成招 夫人 您也知道老夫平生最怕的就是冤枉好人 斩不得呀斩不得 老爷 您可是个监长官 现时现刻 明正典型 您可没有权利改变犯人的定罪啊 有啊 我大明的法典上就有这么个条款嘛 凡在临刑前死求教区者 允许再遇勘问陈奏 所以老夫就写了这个禀帖 我要到江南群府行园去 请周诊大人给我令牌 好让我到各县去明查暗访 查他个明明白白 哎 嗯 夫人 我更衣去了 哎 老爷 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周诊巡抚虽是我的上司 可是 他与我十多年来配合默契 就连朝中的杨阁老都说我们 周不离矿 矿不离周啊 我一两个时辰便回来 夫人 你愿不愿意去探监 探监 我说什么呀 夫人 你不许说话 你把这四个苹果赐予他们 一来取平安结果之意 二来 让那些老头尖子们 感觉到连知府大老爷的夫人 对他们都如此厚待 那么他们就不敢虐待他们了 夫人 天底下当官的哪有这样对待犯人的 老爷可真是个菩萨心肠啊 是啊 小红 你老爷是个刀笔利出身 从来是有罪必咎 半点不饶人 那四个年轻人死里逃生 正是老爷有冤必礼 半点不冤人呢 这位大哥 苏州智府邝大人特来拜见巡抚周大人 门铁成商 邝公来了 请 好 杨中军请 请 不知邝公有何要事要夜见巡抚大人呢 说来话长啊 请看过下官的禀帖 今天邝公要奸斩一十二名重刑犯 怎么会留下四名不斩呢 有倒是钢刀虽快 不斩无罪之人 可是邝公 你奉上台之命当的是监展官 现实现刻行刑是当务不得的 你这样挽留活口 得冒多大的风险 杨中军 为了拯救无辜 邝某人并不怕冒什么风险 所以特来夜见巡抚 求赐令见 好到出事的地方查他个水落石出 可是邝某 你今天来的个真不巧 怎么说邝柱来的不巧 巡抚大人出去下乡私行查访去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 这我可不知道 好吧 那我就在这等他 我的知府大老爷 你得等到什么时候 你怎么受得了呢 不要紧 我有这个耐心 我大明朝宣德皇帝 真实为明君 他十年前就采纳了周诊 邝中两宫的联名奏章 每年采捡江南粮副 多达五十万担 大大减轻了农夫的负担 江南地区明康静安 皆出手于周邝两清天的德政 对啊 应当客公宿 你老夫我可是要明远郊区了 老师上 您是 各位 在下无戏桃庄庄主桃副基 我有一个望远交的朋友 他叫熊永兰 本是个仗义的热心人 那是五贯铜钱 明明是我支付给他的卖丝钱哪 何恨那个自称灭门之县的过于之 竟先后将熊永兰熊永会二兄弟 双双抓捕鲁狱 却打成招 竟说成是什么杀人害命 夺人钱才十五贯的罪人 今天下午就要在苏州问着 你们说 这是不是天大的冤枉啊 哎呀 这难道有冤枉海喜呀 这事啊 天下乌鸦一般黑 说什么黄青天 只不过是一个杀害无辜的奸斩官 说什么周青天 为什么不闻不问 这犯明是一个老迈糊涂的老官了 老先生 你这种说法我们不服气 邝之府从来是秦政爱民 他今年四十八岁 周全府今年也只有五十岁 绝不是老迈糊涂的老官了 他们啊 经常乔装改办 到民间私行查访 赵远伟说得对呀 刚才坐在那边的兽医 牛郎中 你们知道吗 他就是江南巡抚周大老爷 是吗 人呐 怎么了 哎呀那周大老爷 他真会看牛病啊 会啊 可能啊 堂堂巡抚老爷 不来你这吃你的豆腐羹啊 他最爱吃的就是银鱼豆腐羹 哎 你怎么知道呢 哎 我在他们干了十几年的厨师 我能不知道 哎 老先生 要不 你让高老头带你去找周大人去 哎哎 快去吧快去吧 快去吧 来不及了 啊 怎么 怎么了 老刘伯 今天 五十三刻 可怜熊师兄弟 就已经 人头落地了 我也只能到刑场 为他们收治了 哎 老先生 别着急啊 别着急啊 老先生 你超急啊 老爷 您看 这已经是二经天了 嗯 那 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巡抚大人何时回来 我们就等到何时 邝公 巡抚大人回来了吗 还没有 他到哪儿去了呢 哎呀谁知道 我说邝之府啊 常言道 少吃咸鱼少口干 阁下则在兼斩 这种 京城刑部核准下的 决斩重犯 你就按律名正典刑 可必自找麻烦 做什么方案文章 真不值得了 好 帮你 李大人 您身不得沉冤 就是罚凤罢官 我邝中也愿意 您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我邝中就是这么死心眼啊 那我忠告你一句 千万不要自讨苦事 我也忠告你一句 千万不要献人语 不仁不义 那你尽管可以自作主张啊 何必要找君父大人呢 我等周公回来议事 是不老忠君费心 嗯 好好好 你等吧 你等吧 我给您一句粗话 您是啊粗汉子等老婆 等不回来的 老爷 您看这 没事儿啊 大老爷 您回来了 回来了 我去哪儿啊 你怎么会儿啊 都快三晶天了 哎老头 你怎么脸红红的 跟谁在喝酒呢 杨忠勋让我陪他喝酒 他正生气 还骂人呢 他骂谁啊 骂邝中 邝中 邝中 他在这儿 在 现在在千崖房里 等着老爷您呢 好 世明 快请邝中来见我 好好好 走 好 俊夫大人 俊夫大人有请 他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前面带路 快点 走 達到目的就不一定了 走 卑職參見薰府大人 邝大人 請 已經是深夜三晶 周公下鄉勞頓 卑職還要來打擾 實在是多有貌美了 你就別客套了 我先問問你 你今天斬了多少重犯呢 總共是一十二名重犯 十二個人頭你全砍了嗎 人頭砍了就裝不回去了 你到底砍了幾顆人頭 卑職砍了八顆人頭 還有四顆人頭 我讓他們留在脖子上 所以你就深夜在此等候 我就知道你會這麼做的 大人 這是丙鐵 請過目 大人 你下去吧 周公 怎麼樣啊 尋覆大人 那過於直自稱是滅門之線 他飛揚跋扈 獨斷專行 草菅人命 殘害無顧 那熊氏兄弟的冤案 真是漏洞百出 礦中刀下留人 怨賦全責 還望尋覆大人 賜我兩枚令牌 好到常淑和西山兩地 去明察暗訪 積拿真凶 不知尋覆大人 還有什麼顧慮呢 那熊忠老帝 你以為搬到一個滅門之縣 猶如樊掌 你以為搬到一個滅門之縣 你忘了 你要翻的是刑不定的鐵案 你忘了 就那麼容易嗎 大人顧慮的是過於直 朝中有人 對 那熊布侍郎就是過於直的堂兄 他認了宦官司理太監做乾爹 宦官專權 提拔了多少胡蓬狗黨 陷害了多少寶國忠良 所以這一次 我們不是與一個小小欺品之縣鬥 而是與一手遮天的當道柴郎鬥 你知道嗎 程翁大人提醒 我礦中從來是不怕高壓不信邪 我怨赴全責 礦中絕不怕鬥 你礦中不怕鬥 難道我周辰就怕鬥嗎 周公 這外面不是都傳揚開了嗎 周不離礦 礦不離州啊 當然 這並不意味著你我結黨營私 而是你我命中注定要金鐘報國 死而後已 既要鬥就要鬥就要懂得策略 要鬥就來個速戰速決 半點都耽誤不得 還望大人指教 好 你現在十天之內親下民間查看 查出真相 揪出真修 儘快將過於值驅打良民 製造冤案的滔天罪行 大白於天下 那朝廷鞭長莫及 事後邪不勝正 也就只好如此了 我渴了 先給我弄點水 給我弄點水 你把丙鐵成與周巡佛 有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 你看 令牌都拿到手了 看來周公對您還是言聽計從 老爺 時候不早了 您也累了 先去舊寢吧 忽然 去探過間了嗎 去過了 那四個年輕人說些什麼 老爺 那四個年輕人可真是夠可憐的 見我去探監 一個個感激涕零的 他們把一肚子苦水都吐了出來 每個人的身世 遭遇 和蒙的冤屈 圓圓本本的全都說了出來 夫人 那你就說給我聽聽 今天不早了 老爺 明天說還不行嗎 明天我要出差 還請夫人快說 看您急的 你 明天說我聽說 這她三十四個年輕人可真是一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